大家好,我是公仔地理 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2019年中国货物通途量最多的十大港口 途中闪烁的地方就是2019年中国十大港口 首先我们近距离的来了解一下第一大港口,周三港 宁波周三港以55,796万吨的货物通途量 继续维持着世界第一大港的地位 该港作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服务长江经济带,建设周三江海连运服务中心的核心载体 据2019年7月份,周三市港航和口岸管理局网站信息显示 周三港与南部海域共有贸地44个 其中20万吨级以上的贸地有11个 10到20万吨级的贸地有8个 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第二大港,上海港 上海港区有黄浦江66.6千米 是长江口南水道南岸,106.5千米两部分 上海港区陆域由长江口南岸港区 寒州湾北岸港区,黄浦江港区,阳山深水港区组成 上海港港区有众多的高速公路 与江苏省和浙江省对接 并且联通全国高速公路网 第三大港是河北谭山港 谭山港是河北省、北京市、华北及西北部分地区 经济发展和对外开封的重要窗口之一 它地处渤海湾的北岸 谭山港通航以来,重点强化了煤炭、钢铁、矿石等优势物种的运输 同时发展了汽车、机电产品、化工产品等新货种的运输市场 分土量逐年增长 第四名是广州港 1978年以来,广州港发展成为中国综合运输体系的重要塑料 和华南地区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 通航宽度243米 可以满足10万吨级集装箱船舶 不乘潮单向通航 兼顾12万吨级散货船乘潮单向通航 5万吨级船舶不曾朝双向通航进出南沙港区 第五名是山东青岛港 青岛港位于山东半岛交州湾沿岸、濒临黄海 与日本和朝鲜半岛隔海相望 是中国沿黄海沿岸和太平洋西岸的国际贸易口岸和中枢树柳 截至2018年底,青岛港有集装箱航线160多条 而且在2018年港口货物通途量居世界第六 第六名是江苏到苏州港 苏州港地处长江入海口的咽喉地带 西起长山、东治流河口南、东南景陵上海 西南是经济发达的苏、西、长地区 由原来中国国家一类开放口岸、张家港港口、长鼠港和太山港三港合一 组建成的新兴港口 2018年,苏州港港口货物通途量居世界第七 接下来我们了解第七名,天津港 天津港位于天津,地处渤海湾西岸 背靠雄岸新区 可以辐射东北、华北、西北等广大内陆腹地 连接东北亚与中西亚 是金金基的海上门户 是中盟俄经济走栏东部起点 新亚大陆桥重要节点 21世纪海上失守之路战略节点 第八名是日造港 同样位于山东省 东名黄海、北于青岛港 南与连云港毗零 隔海与日本、韩国、朝鲜相望 是中国重点发展的沿海二十个主苏流港之一 第九名是烟台港 烟台港位于山东半岛北侧 东北亚国际经济圈的核心地带 是中国沿海二十五个重要苏流港口之一 也是中国沿海南北大通道的重要苏流 以及贯通日韩至欧洲新亚大陆桥的重要节点 第十名我们来了解一下大连港 大连港位于辽宁省大连市 位于辽东半岛南端的大连湾内 是该区域进入太平洋 面向世界的海上门户 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著名港口 好的 今天我们来了解了一下中国的十大港口 感兴趣的关注下吧 感兴趣的关注下